截至今午四时 邓家楼干马晚国会议席补选的投票率已经达到60% 国盟主席丹斯里慕尤丁 最近在干马晚国会议席补选期间 涉嫌发表三二宗教 种族及王室言论 警方证实将启动调查 据了解 慕尤丁在一场首要讲座上 发表了有关伊斯兰裁决FATWA的言论 他认为巫统党员必须退党 才能像先知时代那样获得迁移功德 马兴社报道 全国副警察总长拿督斯里阿玉汉 今天巡视五级猛舵国中投票中心后表示 警方是基于当地一间警局 接获投报有关言论后 援引1954年选举罪刑法令第4A条文进行调查 因为这引发了不和谐气氛 此外 阿玉汉提醒 所有政党支持者在选举后不要举行任何集会或游行 以避免扰乱公共秩序 他表示 警方已经派遣 280名警员及警官在补选后监督公共秩序 直到情况安全及和谐 行动党主席林冠英 与宾州首长曹关友在宾州议会期间爆发紧张关系 引起外界关注 然而 林冠英今天站出来否认了有关两人关系紧张的传闻 据今日自由大马报道 林冠英表示 他与曹关友是同胞 不应该因为政见分歧而被认为是在策划推翻首长的阴谋 林冠英指出 这些关于不和的情节是由那些既得利益者 个人利益者以及那些不能容忍对有利于人民的公共政策进行健康讨论的人捏造的 政见分歧并不等同于阴谋罢免 我们只是寻求良好的治理 作为人民 我必须表达人民对槟城最好的看法 林冠英强调 有关他试图推翻曹关友的言论已经过时 而曹关友也已经收回他曾面临被罢免威胁的说法 这种说法没有证据支持 曹关友也承认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 这位前财政部长解释说 所谓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最近在州议会提出的几项提案上 其中一些分歧集中在为槟城设立一个类似新山的金融特区SFZ 从霹雳州购买经过处理的过滤水 泥溢的类似于沙拉月的石油或碳氢化合物销售税 以及槟州发展机构PDC 在没有进行公开招标的情况下出售土地的问题 他指出当所有政府后座议员都支持金融特区的想法时 分歧就出现了 但曹关友选择将其搁置一旁 等待进一步研究 土团党最高理事李端声称 于10名执政党议员将转向支持国盟 以组织新政府一事 引起了巫统和公正党的国会议员的驳斥 巫统副主席卡丽诺丁 在接受自由今日大马访问时名言 我从没听说过 卫生部长扎里哈认为 莫哈莫里祖安的说法 似乎是试图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扰乱政府的稳定 他还表示 如今人民和国际社会对大马政府的信任逐渐增加 我相信人民已经厌倦这种论调 他们只希望政府保持稳定 并继续引领国家取得成功 另外 也有公正党的国会议员在受访时认为 李端之所以发表 于10名执政党议员廖转挺国盟言论 无非是为了刺激土团党的支持率 因为此前已有5名土团党国会议员倒戈 从而影响国盟的士气 通讯级数码部长法米说 他对于李端这类言论并不感到意外 我们回顾团结政府成立初期到现在 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的故事 对我而言 这件事经常被炒作 特别是反对党议员 因为他们正处于恐慌状态 他敦促反对党停止发表这类误导公众的言论 公正党时拉秧国会议员梁子坚表示 他对莫哈莫里祖安的说法毫无头绪 他进一步反问 为何执政党的国会议员要支持国盟 同时指出反跳槽法令已经生效 李端蒂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这只是又一场针锋相对的戏码 因为有些国会议员已经表态支持首相拿督斯里安华 我认为他们应该专注于推出能与我们势均力敌的公共政策 公正党巴西谷当国会议员哈山卡林表示 大马人普遍希望联合政府能够顺利执政到2027年建满 只有愚蠢的执政党议员才会跳槽或转投国盟 国盟领导人停止沉迷于做白日梦才是明智之取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